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都不舍得掰 单身 作为中华医药中最古老的药材之一 从古至今就与活血通络 安心养神的功效紧密联系 这应该叫什么呢 这个是目前他们正在探索的一个加工技术叫单身总盖 三千年来 这一把药草护佑了千千万万炎黄子孙 今天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享受到它的神奇馈赠 金字招牌节目内容复盘 让我们继续聆听川字号终将单身的品牌故事 提升品牌价值 叫想川字号 您现在收看的是金字招牌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依依 在这里我们与您一起寻找四川优质农产品 关注川字号农产品带来的绿色经济 探寻他们在市场上的成功奥秘 在前段时间啊 我们的节目播出过了关于中江单身 一片单身赵汉青的节目 那么在这之后有很多朋友给我们发来消息 希望能够更加全面的了解中江单身 它是怎么种植的 那又是怎么实现全产业链发展呢 那今天的这一线的问题啊 我们要在演播室跟大家进行一场复盘 深度的来了解我们川字号的这个中江单身 所以今天呢我们也请来了中江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曾继红 欢迎曾局长 关注朋友大家好 我们也要欢迎四川农业大学教授 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张力教授 欢迎张教授您好 主持人你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那么在节目播出过后啊 大家还记得吗 其实我们这个中江单身 是由一个传说而来的 那么这个传说是什么呢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回顾一下 之前节目当中播放过的这个视频 相传很久以前 东海岸边有个渔村 村里有个青年名为 阿明 于母长大 一天 阿明的母亲患了重病 有人说 东海中有个无名岛 岛上生长着一种草药 一定能治阿明母亲的病 阿明第二天就驾船出海 凭着高超的水星和勇敢的精神 登上了无名岛 他很快寻到一种 开着紫花 根是红色的草药 阿明急忙赶回渔村 母亲服药之后 病很快就痊愈了 人们都敬佩阿明 不畏艰险采药救济母亲的高尚情操 都说这种草药 凝结了阿明的一片丹心 就给他取名叫丹心 后来在流传过程中 取其谐音就变成丹身了 也就是说其实单身有很多很多年的历史了 那么在咱们四川种植单身是有多少年了 在我们中江种植已经有三百多年了 这个三百多年的历史了 从开始种植到现在为止了 也积累了一些经济和一些技术 那么作为我们农民农村巨大师在98年 再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作物来抓 然后在2021年了 我们作为政府的二家二产业 作为的特色产业来抓 所以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为止了 我们单身产业 逐步逐步走过来 已经有一定的规模 一定的影响力了 为什么中江单身就这么好 它有什么样的功效 可以在今天进一步的 给我们大家详细地做个介绍吗 我们中江单身它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就是水族为龙 并且我们的品质是最好的 但是因为我们自己很有史的地方 第一个特点它就是 繁殖系数上头 我们都用的是五行繁殖为主 同时它的单分酸B含量是比较高的 叫其他导地产区它更高 然后它的铜能含量 叫其他导地产区相对要低一点 而它主要的功效就是 活血化鱼 清新触犯 但主要是针对我们心脑区关疾病 它具有先足的疗效 而我们传单身有直接特点 主要是要区分传单身 传单身因为它是柔子根 在我们就是 你在这一段的时候 这一段的时候 很脆 对它就很脆 还有它母子不含量 母子不含量 我都不舍得掰 对我试一下 就是很清脆的这个声音 对 还有它的母子化程度比较低 而且里面还是很水润的 对 然后我们叫柔子根 同时叫法就叫柔子根 所以说为啥 我们粉栓的含量很高 那么其实关于这个中江单身 还是有很多的内容的 我们继续来看一个短片 深度了解一下 好难吗 好难吗 好难的 好 好 一千零五 一千零五元 一千零五元 一千看到五百 一千出来 我看它不太多耶 三千多 三千三百七十 好 你点一下 我把你点一下 我可以点一下 软低甜 中江县白果香 玉贵村人 一直努力从事农业种植工作 但应缺乏种植技术指导 收效 慎规 2019年 在政府和企业的帮扶下 通过在基地务工 和种植中江单身 基本上达到了脱贫标准 这个其他方面 有什么技术方面的问题 有什么东西 要多问我们 对技术管理也好 这个一个 在管理 在有任何一个 我们的建议 俄罗神的 一定要抓到你把全体 必须要开拐吧 这个神的抓到你把这一样去 它就在重来养胀 好的好的 改变 这个思维是对的 太阳一山 就交干 对对对对 这个是对的 您看啊 历经了八年的时间 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 规模最大 力度最强 汇集人口最多的脱贫攻坚战 让我国现行标准下 将近有一亿的农村贫困人口 全部实现了脱贫 832个贫困线 全部摘帽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了 咱们农民朋友们 这个丰收的喜悦啊 其实我们也感受到了 这其中离不开 我们中江县委县政府 对贫困户的帮扶的力度 那么在这个中江单身这个过程当中啊 也就是说他参与扶贫的过程当中 都做了哪些贡献呢 这一块我来介绍哈 好 就是我们中江呢 也是个人口大线 总人口138万左右 到了2019年 我们的健康利卡贫困付 3.6万付 8.6万人 这个里面这个产业扶贫呢 也是我们托贫攻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所以这个8.6万人当中 其中有1.8万付 2.8万人需要我们通过产业扶持 来让他脱贫 所以在这块我们做了两个工作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激发我们贫困户的内省动力 用了3800万 激发了1.9万贫困户 直接来建设这个消费产业园 通过消费产业的发展来脱贫支付 另外呢我们就用好了这个国中负贫资金 产业发展几近 这个钱呢中共总共是1.8个亿 所以这些钱呢也投入了我们的负贫产业 所以这个事情呢准利地通过了我们升级的各种研收 去年是我们中江县也入其高质量的脱贫 张教授在这一方面是技术上的专家了 平时给咱们农民朋友们去培训的话 您觉得重点应该让他们改善哪些方面呢 现在通过我们就是在我们就是政府 我们中江县政府的大林的支持下 然后推进了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标准化的栽贫技术 以后农民朋友的这个概观就是一个施费 怎么样施 他们现在很清楚不是原来想的 施的越多越好 这是一个第二个拥有 一定要规范拥有 第三呢就是生态种子的这种概念 深入他们的类型努力 也就是说方方面面都在提高 所以咱们中江单身 真的是我们脱贫攻坚的过程当中 有了一个公不可没的这种贡献了 脱贫摘贸不是终点 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那么回到我们中江单身的这个本身 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两次都提到了卡脖子的问题 明确要求针对产业薄弱的环节 实施好关键核心技术公关工程 在产业优势领域精根细作 搞出更多的独门绝技 那么中江单身是否有卡脖子的难题呢 所以我们要接着往下看 2008年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批准 对中江单身实施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然而中江单身只开花不结果 只能用根断进行无性繁殖 长期的无性繁殖会导致两种的种性退化 导致药材产量和质量的不稳定 因此新品种的选域 对于中江单身产业发展的源头而言 至关重要 通过与政府企业合作 张力教授科研团队采用系统选域法 从传统栽培单身混杂群体中 选域了中江单身新品种 川单身一号和川单二号 2011年川单身一号通过审定 打破了中江地区 虽树立起中江单身品牌 但没有真正意义上 经审定品种的尴尬局面 2020年川单二号经过认定 进一步丰富了中江单身的栽培品种类型 种苗来源问题解决以后 要如何才能保证中江单身的质量 和品质的稳定性 因此建立规范化栽培技术至关重要 通过两种加粮法 才能保证药材产量和品质的稳定性 那么其实我们通过这个短片看到了 这个繁殖的过程啊很复杂的 那据我所知啊其中有一个叫无性繁殖 这个繁殖什么叫做无性繁殖呢 我们中江单身呢就是个无性繁殖 就是主要是它的解释率太低 就是我们的棕子 同时来说就是我们的棕子 这个我们的棕子呢就从专业实验来说来 就是没有通过绳子细胞的一个手进过程 而是只有母体的某一个部分繁殖厚短 这样子一个过程我们称为无性繁殖 我们这个母体就用它跟断来进行繁殖 所以这个叫做无性繁殖 就是用它的其中一个部分就是跟断 跟断反复的去繁殖 对 让我感觉听下来应该是这种第一次衰弱的过程 当开始这个种子很好 用着用着用着反复的用 可能就没有以前那么好了 我们现在还是无性繁殖 但是我们每过一段时间我们会对它进行一个 就是这样子中庙的一个提顺和服装 都会因为它无法解释 在生理上就是无法解释 无法解释的过程中 它就只能采取无性繁殖 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中间单身这个一个问题 这就是一个卡脖子的问题 一个中原的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主要是提顺服装 一个就是建立我们自己的就是两种繁殖基地 这是一个 其次就是我们现在也用猪配 通过猪配技术来进行提顺服装 让它最后的中根能够达到我们的要求 因为现在我们就是绝大多数都是采用的是 田间系统旋遇法 这个周期非常大 这个周期非常长 然后工作量非常大 要鲜遇一个品种呢 一般要经历可能大概四年左右的时间 所以说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呢 就是技术上的就是难度 还有就是工作量等等 都是考虑我们能够把这个产业坚持下去的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一号是2011年鲜遇出来的 那么在经历了这么多年的推广应用 都十年了 对 它也有它就是说它就会腿化嘛 也是同样的 我们现在呢 也对它在进行提顺服装 那么在这个 它就完全不能就是通过这个 它不能满足我们整个生产的需求 所以我们传单而好 也是在传单以好的基础上 那么这个基础呢 就相当于我们在很多资源的评价上 都会拆很多资源 那么这个资源的来源 不仅仅是我们总将单身资源 就是数位超数的资源 以及包括其他岛地产区的资源 我们都收到总将去 然后进行评价 然后再宣出来的一个传单而好 其实关于这个两种两法 刚才咱们张教授在这两种方面 已经跟我们做了一定的解释了 诠释了 那么关于两法的话 我们应该想进一步的再了解一下 这个两法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这个这个拼准力宣有这个构成是非常复杂的 刚才张教授也减少了 所以我们政府主要是在这几个方面进行支持 第一个就是建立资源铺 我们就是通过项目 去年之后就建立了一别梦的 那个单身的资源宣有铺 这是一块 第二块就是对它的关键性技术进行扶持 一个关键性技术就是我们的单身宗庙的托渡 这一块进行单独支持 第二块就是我们的单身的这个无形繁殖 就是那个猪培庙的云用和推广进行扶持 好在这个栽培层变的上来了 我们就在劝贤 一个是号召我们的野猪农夫要适用 宣用我们的新品种 第二个呢就是通过我们的补贴政策 对于宣用新品种的那些政策群泻 比如说一株补足一九千六千 这个一蒙的补足三百五百块钱 从这些来来释接它 那么同时啊 良化的推广呢 我们就是按照张晓晓市我们提供的技术方案 通过我们的培训 还通过我们到这个田间地图的指导来落实 就是物工还在配技术 因为这样的这个药呢 它的好多都是有同源的产品 这个单身呢 也用单身茶也可以自己使用 所以在农产品安全上 我们观众的比较凶 就是说一定要按照技术 这个操作 特别是在实惠用药上 未经农药未经肥料 坚决不准使用 严格规范 严格规范 所以在这几个方面呢 来支持这个一级产品生产 数到难难于胜青天 那么只要没有数到难 那么其他的都是小问题啊 所以说这个实劲狠劲 以及巧劲韧劲 其实就是我们巴蜀人民 爬破上坎的精神的一个体现 面对困难越挫越勇 当然这也是巴蜀人民 刻在骨子里的一个基因了 有了技术支撑 中江单身的品质得到了保障 那么中江单身产业 目前又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接下来我们通过视频继续做技术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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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undry 那么转发一下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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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的 i know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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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应该叫什么呢 这个是目前他们正在探索的一个加工技术叫单身冻干片 这个就比较方便 平时作为保养可以来喝 这个就是影片 是我们单身的精致影片 影片 比如说我们的就是在我们就是到医院头去开油 然后直接就可以用这个 影片就可以直接拥有成油 然后这一些呢就是我们场所的中层油 已经开发出了很多 它中层油 并且呢就是这是我们四川的嘛四川的这些就是中层油 实际上单身这个它的油效比较好 还有它是第一个就是我们父方单身 是第一个进入FDA认真的一个油 所以说它的就是油效是非常好的 然后呢还有后续的就开发就还有还有开发这种单身厂 也可以直接 自己把这个厂呢就是 自己就是来逮跑 开发这个 这个是非常方便的 对对 所以说我们这个中疆单身真的是 全方位的实现了一个全产业链的 所以我们说能够实现这么多产品离不开我们背后的这个产业 我们一直在提到乡村振兴 那么乡村振兴的五大方面就把这个产业振兴放在了第一位的 那目前咱们中疆单身在产业方面实现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其实我们这个在脱贫攻坚的时候呢 我们就在构思我们的这个产业新往 产业振兴的思路 在2017年我们县位县政府就把我们的二加二 特质产业作为我们发展农业产业的一个标杆 是在我们省农业农村厅提出的四加三之前 就提出了二加二产业 我们是两个基础产业加两个总店产业 两个基础呢就是一个是两有 因为中间县是全省的两有生产第一大县 第二个呢就是现在休目的 我们省主也是全省的第一县 同时呢两个特色呢就是我们的中油产业和产业 好在这个构思的这个二加二产业当中呢 又恰恰进入了我们 全部进入了我们身上的四加三产业这个体系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就把这个 这个中油产业包括我们单身在内 下一步这么做这么抓 好就已经形成了这个思路和文件 我们现目前呢这个整个全省的农业产业规划 已经出来了 我们全省范围里规划了五个大的远区 这五个大的远区呢做的是今后要争取 我们贵家救援区是向着贵家救援区的目标 产业的范节我们都进行了精心的策划 一产我们是主要是抓技术推广 抓连接螺丝 抓品质提升 好二产呢主要是我们的造成营兹 加我们的这个服务方达生片啊 这些这些延伸产品的开发和引用 好三产就是我们的浓率浓厚 现目前呢也做的比较有规模 可以说这个中江单身的产业发展步骤 是非常的紧凑的 而且一步一步的我们看到了显著的提升和变化 目前咱们在这个中江单身产业方面 您觉得未来还有什么可以期待的 未来可期哪些方面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中江单身 有大部分都还是作为起初的原料 进入了我们的中原材市场 我们下一步要期待了 更有更多的精神加工企业 把我们的这个原油加工成 更有附加值的成品 这是一块 第二块呢我们期待我们的这个传统 在我们的品种研发上 特别是在我们的幼苗上面 还有更新的突破 我们现在面积快大 手指于我们的这个繁荣系数太低 就是全比有快据繁殖满 刺激着我们中江的这个土地 都适合我们中江单身的宅子 而目前我们的渠有了 惊险于七个相争 之前有七个相争 其他地方相宅 但是就是没得拼 没得宗庙 所以这都是我们的优势 那也非常感谢二位今天跟着我们一起 让大家也进一步了解了中江单身 揭开了他的神明面纱 可以说中江单身这个优质的道地药材 不仅呢目前是获得了国家原产地正名商标 同时也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但是近年来也逐渐成为了中江乃至四川的一张响当当的名片了 为振兴当地农业的支柱产业和实现产业脱贫 成为了他的重要抓手 再次感谢二位做客我们今天的演播室 跟我们进行讲述和分享 寻找优质农产品 传播品牌正能量 今次招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